现在我过来拿猪头肉了 猪头肉货一道 等会让老师傅跟我讲一下 怎样区别冻货与炫货 就是冻猪头肉与炫猪头肉之间的区别 冻的不好吃炫的好吃 首先从口感上讲 冻猪头肉跟炫猪头肉两个 冻猪头肉肯定没有炫猪头肉好吃 冻猪头肉炉成了有一种 倦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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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说外观有什么区别呢 外观它广泽没就广泽好 就广泽好一点 然后呢 这种一间它就广泽 你冻火广泽叉也 你炫火广泽好看也 你肉眼看起来它舒服 你冻火也没有炫火吃好吃 肯定它它叉也 口感叉 它没有肉味 冻火米肉 对 你这里有肉味 你要吃到有那种自然的那种橡皮 旁边不是说 就拿我们来钓的鱼 你家里钓鲜鱼 你居然就吃它 它口感就不一样 你要跟冰箱里冻过几天 在哪里吃 就没那个炫肉 对 就没那个炫肉 肉还把 就没那个炫肉 它口感不一样 好 好